居然斷成兩半 烏克蘭第二大臣哈爾科夫 遇襲主要電視塔慘遭敵軍鎖定 俄羅斯新一輪密集轟炸哈爾科夫 240公尺的高塔 瞬間崩塌瞄準關鍵設施 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長警告 未來幾週內前線戰況恐持續惡化 甚至有畫面曝光 士兵不敵炮火趴地投降 烏克蘭現在還在等西方軍員 如今美國原外總價值953億美元的包裹法案 終於在參議院闖關成功 而其中包括安全補充撥款法案 提供烏克蘭610億美元 外媒報導可能涵蓋刺針防空飛彈和海馬斯 多管火箭系統等彈藥 接下來等待拜登簽署生效 俄羅斯也不斷回向西方力挺烏克蘭 不過俄國官媒則是大力稱讚美國共和黨籍眾議員葛林 因為她一直以來都反對美國援助法案 葛林最近就不斷被同黨人痛斥 直呼她是親俄人士 就連紐約郵報都直接批圖 讓葛林戴上俄羅斯帽子 然而西方挺烏再接再厲 英國也加碼軍援6.2億美元 當中還包括暴風之影巡弋 飛彈是英國史上最大筆軍援包裹 TVB新聞都不到 俄軍已經發動恰索夫亞爾建議 俄軍在恰索夫亞爾的攻勢越來越猛烈 美國之音證實 俄軍多支部隊分別從臨近恰索夫亞爾的 北部 南邊及正面發動進攻 而且城郊周邊已經可以聽到一些爆炸聲 美國之音引述英國官方的說法表示 俄軍在郊區附近只有一點點緩慢的進展 恰索夫亞爾仍然在烏克蘭軍方的掌控中 不過對內茨克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普希林 則在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專訪節目中說 俄軍在恰索夫亞爾戰役取得很大的進展 不但推進狀況順利 而且俄軍一部已經佔領了俗稱的圍區 也就是中央職業技術學校的東色和第一排建築 俄羅斯國防部公布消息 聲稱正面主攻的第98空戰師331團 在遠程火力和空天軍的密集支援下 迫使烏軍第一線部隊撤回城內 繼續鞏固防線 另外在北部的戰線方面 俄軍第兩洞的摩布旅 已經佔領伯達尼夫卡 繼續往卡利尼納方向推進 值得注意的是南面的攻勢 俄軍宣稱控制伊萬寧斯福克之後 在此地活動的兩支部隊 第11近衛空土旅和第7志願突擊旅 再度傳出解報 兩支部隊密切配合 奪下了烏克蘭第五突擊旅防守的 巴巴山高地 高地的尸首對 恰索夫亞爾防線影響很大 因為俄軍可以從這裡進入森林地帶 威脅恰索夫亞爾的東南面 而且在這個方向主攻的 第七志願突擊旅 前身就是赫赫有名的 瓦格納傭兵團 在前領導普里格金失事後 就被編入俄軍正規單位中 並且賦予新的部隊番號 繼續在巴赫姆特一帶作戰 另外第七旅 占領巴巴山高地後 也控制住504公路 為十一空突旅 向恰索夫亞爾南面推進 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俄國官媒《俄羅斯報》指出 進攻部隊已經透過多種聯繫方式 要求烏克蘭守軍 不要再做無謂的抵抗 立即放下武器投降 否則將會遭到導引式航空炸彈的 精準攻擊 俄軍還不斷加強對烏軍的心底作戰 一直更新烏軍在前線的陣亡人數 從每天的300多人增加到近600人 試圖藉此打擊烏軍的士氣 挑起前線部隊的驗戰情緒 據稱烏軍有少數官兵已經逃離據點 打扮成普通軍民撤出當地 不過傳聞並沒有得到證實 而且英國政府的說法稱 烏軍的防守很嚴密 美國智庫戰爭研究所的評估認為 俄羅斯強攻岔索夫亞爾的目的 是要攻擊烏克蘭腹地中 戰略地位極度重要的堡壘城市 由南向北包括康斯坦丁諾夫卡 德魯士科夫卡 以及互為雙子城的克拉馬托爾斯克 和斯拉夫楊斯克 如果戰爭研究所的研判 沒有出現太大誤差的話 那麼當俄軍攻下斯拉夫楊斯克之後的目的 就非常明顯 一邊可以往東北方 打破弘利曼的僵持局面 另一邊能夠剑止西北方的19母 也讓俄軍擁有不一樣的戰略選擇 和戰術應用 儘管無法揣測普清內心的想法 但是這片區域都是開戰前期 曾經被俄軍控制過的城市 儘管前些部隊極度缺乏軍備和彈藥 但是無人載具部隊指揮官 蘇哈列福斯基表示 截至目前為止 交付給部隊的無人載具數量 已經是2023年全年數量的三倍 而且持續增長 根據統計這批無人載具 99%是烏克蘭自行設計製造的產品 緩解了部隊缺彈危機 而且烏軍會把這些無人載具 當成送給俄軍的意外驚喜 儘管俄軍肯定不會喜歡這項禮物 但是來者是客 烏克蘭堅決送禮的心意 也絕不打折 另一方面 戰略工業部長卡梅辛也表示 烏克蘭軍工複合體在2023年 為國內生產總值提供了很大的貢獻 儘管烏克蘭政府無法買下所有國強武器 但是戰略工業部正在尋找海外的合作夥伴 及潛在買家 希望能為烏克蘭的自製軍備找到銷售管道 同時為國家創造更多外匯 與此同時 荷蘭又向位在羅馬尼亞的 歐洲F16訓練中心移交了三架戰機 其中一架雙座型戰機 還是由荷蘭空軍總司令施泰爾親自駕駛 根據協議顯示 荷蘭需要交付18架F16戰機給這一座中心 截至目前為止 荷蘭已經移交了11架 剩下的7架會在未來幾個月內完成交付 荷蘭國防部長奧隆格倫表示 荷蘭從未中斷對烏克蘭的支持 也一直提高支持烏克蘭的力量 包括彈藥和無人機的援助 F16戰機飛行員的訓練工作 來強化烏克蘭的空防能力 我們希望在冬天開始 我們希望在冬天開始 看到第一次的英國飛行員 在冬天開始 穆克蘭裝甲車不斷穿梭在 恰索夫亞爾城內 顯示這裡的戰事確實非常緊急 但是有部分俄羅斯軍事觀察家認為 俄軍需要提高警覺的一點 就是西方媒體不再報導 烏克蘭在哪些地區取得戰果 而是開始報導 前線烏軍因為缺乏彈藥和兵員補充 造成部隊士氣低落 並且在多個戰線上失去據點 已經從前線撤手的新聞 而且澤倫斯基一直釋放訊息 聲稱西方的援助大小眼 對烏克蘭就設下許多限制 然而給以色列的協助 卻是直接又迅速 烏克蘭在這種 有一搭沒一搭的軍援下 眼看就要輸掉戰爭了 但是俄國專家認為 澤倫斯基就是利用這種落差 來形塑烏克蘭的弱勢形象 如果基辅真的捉襟艦走到這種地步 該如何解釋烏克蘭的軍工複合體 可以在戰爭期間 是怎樣為國家GDP提供的貢獻 其次是烏克蘭目前 在東部戰役上的勢力 被形容成某條戰線就快要崩潰 事實上烏軍依舊在戰線上 執行部隊輪替作業 顯然烏克蘭並沒有衰弱到 不堪一擊的程度 唯一可以解釋的是 澤倫斯基的愛賓政策已經奏效 不但德國宣布要捐贈 更多愛國者防空系統給烏克蘭 就連美國眾議院都通過了 610億美元的援助方案 而且有消息指稱 我想大家為烏克蘭 準備好的大批軍備 不到一個星期 就能夠把部分彈藥運到烏克蘭 到時候烏軍就不需要再勒緊褲帶 每發射一發炮彈都要考慮再三 而是可以盡情回擊俄軍的攻勢 意圖積壓好長時間的怨氣 這也能夠說明為什麼 俄軍會在近期展開一連串的攻勢 逼迫烏軍收縮防線 就是要趁此機會擴大佔領的區域 尤其是那些一手難攻的據點 即使烏克蘭終於收到了西方援助 俄軍也有時間重新鞏固防禦攻勢 到時候烏克蘭想要收復過去的尸土 勢必要付出比俄軍更大的代價 只不過國際間上傳 俄羅斯很有可能發動下級攻勢 是不是代表俄軍有計劃 消耗烏克蘭和西方援助的大部分資源 答案不得而知 但是俄軍現在的行動 顯然是為後續的計劃先行打下基礎 美國頂尖大學的挺巴勒斯坦 蓄微行動現在已經遍地拆花 加薩市的天空突然高速飛來一枚飛彈 樓房頂部瞬間爆炸 不遠處的拜特拉西亞也飽受以色列轟炸 路上只剩下碎石瓦力 連移動完整的房屋也看不到 加薩情況惡劣 美國多索頂尖大學挺巴抗議行動 繼續延燒甚至還升溫 尤大藝或穆斯林學生 因為校內的尾巴衝突感到不安全 甚至傳出因為立場不同 有學生遭到攻擊 美國頂達校園內的敵意升高 使得校方態度越來越強硬 基礎停學 驅逐校園等處分 對於全美遍地開花的反猶太主義示威 美國總統拜登也表示譴責 另外商界大佬也紛紛發言 其中體育大亨克拉夫特 過去畢業於最近示威激烈的哥倫比亞大學 他認為校方無法保護學生 因此不會再捐款給母校 TVS新聞總和報導 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台